面部肿瘤难以见人 她用一双翘手完成了患者的面部修复 口管切除不能说话 她用一颗爱心实现了病人的再次发生 君女人生即将为您播出 李小明为幸福主刀 我叫李小明 今年53岁 吉林省渔树市人 2002年特招路 现任白圈国际和平医院 尔比咽喉头颈外科主任 我的身上有很多标签 比如博士后新兵 海归博士等等 但我最喜欢的 还是人民基医这个称呼 医生是一个辛苦的行当 需要不断地去提高自己的医疗技术 再有经验的医生 也要不断学习 这样才能给病人带起最大的帮助 在和平院工作14年间 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我的时间表总是排得满满当当 很多时候 我已经习惯了左右两手开工 把生活安排在工作里 从131年 我做了大大小小几万例手术 在挽救患者生命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恢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我心中最幸福的事 就是看着每一个患者康复初恋 我想能使大多数人幸福的人 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幸福的 我是李小明 33岁 他成为吉林省最年轻的医学教授 36岁赴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 先后成为美国科学促进学会成员 和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 刘美满三年 他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国参军 成为了一名博士后新兵 这样的传奇经历就发生在 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李小明身上 现在插播一段通告 一辆救护车正拉着一个 被竹签刺入耳部的四岁幻儿 在省会中山路上 由东向西行驶 由于幻儿病情危急 请沿途车辆尽量让出生命通道 这是石家庄市广播电台的一段通告 通告中提到的那辆救护车 是开往白球恩国际和平医院的 医护人员也在第一时间做好了急救准备 第一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紧急情况 第二个这孩子可能有生命危险 孩子的家长到了我们这里呢 是心情非常焦急 小孩的母亲也是痛哭流涕 刚刚接到幻儿 李小明便立即组织六位医师展开会诊 尽管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幻儿的状况远比想象的严重 这么长的那个烤肉串的签子 从这个后面扎进去 然后从嘴扎过以后打到对侧 那个签子在这边长着漏着 随着动脉的跳动在不停地在跳 伤口已经是成感染状态 所以可能对小孩将来会造成终生的一个残疾 能否收治这名患儿 所有人心里都没有底 大家不予儿童地把目光投向了主任医师李小明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相同的场景在15年前同样发生过 那还是李小明刚来白秋恩国际和平医院的时候 李小明毕业于白秋恩医科大学 在长春度过了11年的求学时光 毕业后他赴美国最高研究机构 国立卫生研究院 从事博士后研究 李小明的学术造诣 很快引起了白秋恩国际和平医院的注意 我已经是65岁了 该休息了 但是没有耗力接班人 在他之前我已经考他过 私人30个这样子 这个 去科的头人 但是呢 最终呢 我宣质李小明同志呢 认为他是可以 带领这个科学向天津的 为此白秋恩国际和平医院 在六年时间里 向李小明寄出了16封邀请信 李小明回国后 作为引进人才 加入了军医的行李 那一年 他39岁 确实想学到东西以后 回国做点事情 能够把自己学到的一些事情 能够用到 或者给咱们自己的国家做点事情 听起来可能有点说大话 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 刚到医院不久 李小明就接着了一个36岁的 重症面部肿瘤患者 肿瘤呢 手术还是一切除 为主原始的方法 就是切除以后 在面部流出一个大洞来 那么形成一个很可怕的 一个畸形 或者一个不敢出门的患者 李小明考虑到手术的风险极高 曾一度陷入犹豫 慎重考虑之后 他还是把手术接了下来 为了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他大胆采用了一种新技术 来实现肿瘤的切除和面部修复 我在国内可以说是 那个时候应该最早来探索这种技术 那么觉得这种技术 按照自己的对这种技术的理解和掌握和基础培训 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 然而手术后短短几天 移植的皮肤相继坏似 患者的面部仍旧形成了一个大洞 心情一个是很沮举沙 觉得自己很失败 就从开始求学的开始到那个时候 还真的没有经历过那种挫败的感觉 前所未有的打击 让李小明的情绪十分低落 他们在实验室里整整一天 一直在思索着该怎么办 失败对我来说是可以的 但是我不会低头会轻易的会 就认他我认从了 或者是就是不会轻易的对失败 能够产生一种让步的一种感觉 所以就想那就再重来 李小明先后查阅了数百万字的图书资料 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所在 我想可能在这方面 我做的基础训练有问题 可能吻合血管的这种技术 还没有达到最成熟的程度 那么我就想一个办法 就是要在动物身上去练 从那天起 李小明对着显微镜 开始了近乎疯狂的训练 从棉被到豆腐再到白鼠 他都做过模拟手术练习 先封鼠的颈动脉 然后再封鼠的尾巴 那把两侧的颈动脉 都把它切断以后再吻合 分别以后 第一个这个鼠在接通以后 它要接着能活下去 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 每一天反反复复就练这个 重复这样一个技术 往往会做的就接近抓狂 就是他很疲劳 包括视疲劳大脑疲劳 但是只有经过这样 密集的突击的反复训练 才可以积累很深厚的手术技巧 三个月时间 李小明完成了上千次 微血管吻合技术训练 他从开始缝一根血管 需要将近一上午的时间 到最后缝一根血管 只需要15分钟 不间断的训练 也让李小明的体重 由140多斤 下降到105斤 随着技术的成熟 李小明重拾信心 他找到那位手术失败的患者 安排了一次新的手术 第二次是成功的 那么这个病人当时 他的感触很深 说你还能是因为我这个事情 去学了一下 回头又给我治 又重新再来给我做 那么后来又做成功了 病人当时的还是很感动的 当然就是我们做这个事情 也是应该做的 如今再次面对情况相似的重症病人 李小明没有犹豫 他第一时间安排了手术计划 并准备了三套手术方案 不能恐惧 不能害怕 要从抢救病人生命的这种角度去出发 来承担这种责任和风险 李小明接诊仅一个小时 这名四岁患儿 就被推进了手术室 我叫李小明 今年53岁 吉林省渔树市人 2002年 特招入 现任白圈国际和平医院 尔比咽喉头颈外科主任 从131年 我做了大大小小几万例手术 在挽救患者生病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 恢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我心中最幸福的事 就是看着每一个患者康复出院 我想 能使大多数人幸福的人 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幸福的 我是李小明 君女人生正在播出 李小明为幸福主刀 四岁患儿的伤情 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一时间患者家属 全部都聚集在了手术室外 焦急地等待着手术的结果 他们最担心的就是 手术能否一次成功 能否做到不留下后遗症 对于这些问题 李小明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他只说了一句话 我也是一名父亲 请相信一名军医的责任 一个小时过去了 手术室依旧没有消息 两个小时后 患儿头部深达八厘米的竹签 终于被取了出来 然而危险还远未结束 手术后的72小时之内 他可能随时就出现问题 你看前一刻还是好的 后一刻可能出现 血供就出问题了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最熬人的时候 为了随时观察患儿的伤情 李小明守候在病区 等待着患儿醒来 对他而言 这种等待的煎熬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早在2011年 他在完成一例重症 猴癌患者的手术时 就有过相同的情况 那一年 毛羽毛球队教练李冠杰突然不适 住进了医院 经检查 他被确诊为猴癌晚期 绝望之际 他向李小明提出了 唯一的要求 当时也没想到这么严重 我当时只是说 让他把声音过来 我就行了 实大师的说 按那个平常要判断的话 他这个病应该给他做全猴 但是同他的职业来讲 如果他把他猴全拿掉了 他就丧失这个职业了 就这辈子可能就不能再干这个事情了 在当时 很多重症猴癌患者 手术后都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他们的生活也因之陷入痛苦中 切我切胎的 他说不了话 他发提气 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心理的护理 去关注他 去给他去 耐着心的去给他讲 去给他解释 对于外科医生 他切除肿瘤 其实往往是比较简单的 而修复 能够把这个缺损修复 能够实现功能的康复 这是比较难的一些操作 类似于 你把一个很漂亮的花瓶摔碎 很容易 但你要把它拼起来 很难的感觉 为了满足李冠杰的愿望 也为了对类似病理 有更好的治疗方法 李小明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 每天晚上 他都坚持学习到深夜一点 翻译了七十多万字的 有关研究资料 在我的家里边 原来有一个凳子 就是每天我会 吃完饭 晚饭以后 会坐在那边学习 然后到一般都十二点钟 一点睡觉 那么最后这个凳子 把我们家的地板 就木地板 磨出四个坑 就是每天做 做出来的 他的性格非常好 很仁义 而且很善良 特别为别人去考虑 所以这也造就了 他在医学的工程中 是一个很主动性的学习 这期间 李小明先后探索出了 三种新方法 在保证肿瘤切除的前提下 尽量保留发生功能 而手术的关键 就是精细地完成 喉部的修复 为此李小明练就了 左右手同时开工的绝活 我天生是左立手 那我就练右手 所以最后练的 两个手是没区别的 做手术做任何操作 现在也是一样 就是用刀 用剪子用钳子 所有的器械设备 两个手是没区别的 做一个头颈部的手术 助手可能要上三到四个人 这样可能你剩下有三到四双手 才能去配合他一个主导的手术 因为他动作很快 五个月后 李冠杰被推进了手术室 他的喉部被切除了四分之三 手术结束后 所有人都等待着李冠杰的第一句话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生训练 李冠杰的生活恢复正常 教练生涯也仍在继续 直到这时 李小明才最终输了一口气 手术后一个小时 四岁晃儿清醒了 包括李小明赞月的所有人 都兴奋地来到了晃儿跟前 这个孩子恢复得非常好 就没有任何并发症 包括没有面瘫 没有三纤漏 没有烟旁间隙的感染 这个家长也非常满意 等到书后恢复了以后 一看 这个孩子还是蛮漂亮的 很可爱的 那么我们都是 也是做父母的 觉得自己的孩子 要是这样的话 也是非常心疼的 惊心动魄的几个小时 让所有人刷新了 对耳鼻喉头颈外科医生的认识 对主导医生李小明 更多了几分心迹 剪刀耳鼻喉科 其实那是以前那种老观念 现在耳鼻喉科 真的是 也是有很多大手术 有很多大病 都是要命的病 明晨三点 李小明在患儿病情稳定后 才放心地离开了 而这只是李小明参与救治的 上万个患者中的一个 从穿上军装那天起 李小明就给自己的军医生涯 定下了目标 既救活患者的生命 也要关照患者的内心 多年来这一理念 一直激励着他不断提高自己的医术水平 他在国内率先 将胸大肌皮瓣应用于下烟 及颈断食管的修复 率先引进颜面 及颅底巨大缺损修复手术 从131年 入午14年 他救治了上万例 危重患者 在李小明看来 一把手术刀 不仅可以拿来治病 还要给患者带来幸福 能够用自己的医术 消除患者的痛苦 这就是李小明最大的心愿 吃好病固然重要 还得让患者活得更有尊严 照顾患者的内心感受 尽最大可能提高患者手术之后的生活质量 这一理念让李小明不断地练就新的绝活 在他的努力下 许多看似无法完成的手术得以成功 患者在脱下病号服的同时 还拥有了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如今李小明将侯移植技术 作为了新的研究方向 努力续写着属于自己的军旅传奇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要了解更多的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 只会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明天的节目呢 我们将带您认识一位女兵 她有一句口头禅叫做 请不要叫我女孩 期待您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剪掉长发 告别家乡 一次次擦干眼泪 她如何改掉娇气 学会坚强 穿上迷彩 征战赛场 满身伤痕的背后 她怎样坚持梦想 一路前行 军旅人生 下期为您播出 邹星月 请不要叫我女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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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